大家好,我是浦道 今天我來到那個高平溪的釣蝦場 就是今天來釣蝦消遣一下 結果現在就是私逢一個梅雨季節 之前那個高平溪的大哥跟我講 梅雨季節的時候蝦子的那個性格 就是已經這個母蝦的性格 就是超越 超越我們一般女人的那種性格 就是你要怎麼說勒 大概是更雞 更挑食 就是更傲嬌 我不是醜女啦,我只是一個形容詞而已 但是因為我身邊的女人都是屁屎 都是很不錯的女生 所以不要誤會我對女生有什麼歧視 我只是做一個 描述蝦子而已 我是描述蝦子 好,來,那我們就準備進去釣蝦囉 蝦場齁 我剛剛已經先量好雪深,開好桿子了啦 然後我會放上就是大概要怎麼去量水深啊 還有說要怎麼把蝦打起來 然後有時候齁 你沒有放鵝啊 蝦子也是會勾到那個勾子 然後 你要如何把這種俗身行軍蝦的蝦子勾起來齁 它都有一個技法啦 那我們等一下 我在這影片中再跟大家說明 齁,我們現在開始在釣了啦 當你在釣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浮標啊 開始在上下載浮載身 然後開始往下沉的時候 欸,你就讓它沉沒關係 然後等它 你就跟著它走 走一小段路 然後再定桿定住它 然後發現那個浮標就定在那邊不動的時候 代表蝦子已經開始在吃了 齁,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把線繃起來 往上輕輕崩 齁,然後心裡莫屬 一 二 三 然後準備好就 砰 往上用手腕一甩 蝦子就起來了 到這邊的時候 你看 我們又看到那個浮標 又被蝦子慢慢往下拖 拖拖拖拖 沒關係 我們這個時候就拿起你的桿子 讓它放線 讓它先跟一下 你就跟著它放線 好,來 好 看一下 然後 這時候放線之後 欸,沒關係 我們這開始要慢慢崩線喔 崩崩崩崩 往下沉 然後發現沉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數到一樣 數個數 然後就往上 用力用 手腕的力量甩 然後沒關係 你看這時候蝦子它在水裡掙扎 齁,你看 就是說 你就是要放軟手腕 讓它跟著它動 然後最後等它沒力氣的時候 再把它拖上來 它才不會拖勾 好,釣完了喔 通常我釣完的時候 我都會把 鉤子啊 還有縣主 都先 纏到那個 馬卡龍 跟海綿片上面 下次做掉的時候 才不會都打結在一起 然後我也會就是 把那個 自己弄髒檯面 稍微清理一下 然後讓人家可以直接 繼續做這個位置 來做掉 啊 不然 應該要不要 那麼,要不然 掉了 然後 不然 可以 你也不見 不見 也不見 不見 我 好,現在要準備來處理蝦子囉 剛剛釣的蝦差不多是兩斤左右啦 然後通常我處理蝦子我都會先把蝦子啊 全部倒出來到洗手台 然後每隻都先用水沖一遍 然後這個網址是我自己買的啦 所以就是說離開的時候我也會先用水去沖一沖 不然真的是不沖會都是蝦子的水位 非常的新啊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下面蝦都活跳跳在那邊游泳 非常的愜意啊 好,現在要來處理蝦子了齁 我先來算蝦子有幾隻 因為我釣的時候蝦子通常都不會把牠的錢值剪掉 所以這算的時候就要小心 死了都要愛啊 怎樣,要死了都還要拖著自己愛人走啊 總共有23隻 現在還是提倡人道毀滅的一些行動啦 所以我在殺蝦子之前我都會先用一包鹽啊 泡蝦子這樣泡5分鐘啦 這樣蝦子牠處理起來的時候就是人都整個都昏掉了 牠也沒有什麼反應的時候去殺牠 牠也可以減少痛苦啦 所以我不知道牠到底會不會減少痛苦 但是感覺就是比較人道啦 好,這裡我們要殺蝦之前我們來禱告一下吧 要不然我們來禱告一下再殺牠們 喔,主耶穌,我牠在牠的名前來釣蝦 感謝你讓我今天可以順利 感謝主,阿明 好,所以我們來殺蝦吧 我們先幫牠拍點遺照 好,對,然後我們殺蝦子齁 牠有個訣竅就是說 你要殺的話要殺那個 把牠的頭啊 剪掉 頭剪掉 就是 可是牠頭其實可以吸的地方都會在這裡 就是你要剪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那個 我們看一下 眼睛後面一公分左右大概在這裡 這邊把牠剪掉就好了 然後這邊有個黑囊 等一下要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 不然那個吃的那是最髒的地方 對啊 那我們就來剪一下 就是大概是這樣剪 你看喔 對,蝦頭,眼睛後面一公分 然後直接給牠這樣剪下去 不用客氣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會看到 你看有一條東西 這個就是牠的那個黑囊 這個黑黑的就把它拿掉就對了 我之前釣過一家釣蝦場 牠們的那個蝦囊 每個都大得跟什麼鬼一樣 然後這家還不錯啦 都平息吃個兩星釣蝦場 所以這次的那個抗生素風波中齁 牠平安的那個通過做了檢驗 對啊,然後通常蝦子這個就是說 我們腳也不要吃 或者這樣把它剪掉就好 這樣把它剪掉 這樣把它剪掉 然後我們再把牠的那個蝦背 我們要把它 看有沒有那個蝦腸 就把它那個蝦背這樣剪開 這樣剪開就好了 剪開 剪開 然後看一下 看一下裡面有沒有什麼 那個黑腸要拿掉 我們看一下 沒有耶,都是白的 那就沒有關係了 那我們就放旁邊 來看看 燈 Made 用這個蛋 好 要來把蝦子準備裝袋帶回家了 就現在土豆啊 基本上都不會在蝦場那邊烤蝦 因為真的是烤蝦吃久了 會非常的膩 所以我都會把它蝦子處理完再帶回去料理 好 那我把蝦子打包起來方式齁 就是比較特別啊 因為那個袋子很容易破掉嘛 所以我都會先拿一個就是這種 6公升那種什麼水瓶的那個底啊 來裝蝦子 它既不會刺破塑膠袋 也不會讓那個什麼蝦的那個濕水流來流去 回去放冰箱比較不會弄臭那個冰箱啊 啊 我之前就是說齁 有一個白癡跟我來釣蝦 他跟我說啊 你現在殺蝦帶回家就不行先啊 好 我就真的 我就把蝦子帶回家一隻一隻的殺 你知道嗎 幹 我很後悔 我聽那個白癡的話齁 那個白癡就是說 把那個蝦子齁 我帶回家我自己租個套房 他就整個處理到那個整個房間啊 臭一個禮拜 我不管怎麼洗啊 不管怎麼刷 欸 我那個浴室就是都那個蝦味 哇靠我真 真是被騙了 那個智障啊 好啦 今天的釣蝦就到這裡囉 希望下次能跟大家再見面 掰掰囉